这次环岛战备警寻和联合力竞演习就告一段落了 但是我们反台独的军事行动将会持续下去 因为台独是中华民族身上的一个毒瘤 所以台独只要它存在 只要它发酵 我们就必然要亮戒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使命 就是维护国家的主权 领土 安全 维护国家的统一 坚决反击 任何分裂势力 所以只要台独分裂势力还在 我们就要不断地有军事行动 直至把台独分裂势力最后彻底消灭 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军事行动针对的就是台独 是台独势力 台独分子 台独活动 这个东西确实就像一个紧箍策 所以台独势力每跳一次 我们就不断地要给它紧一次 直到把它彻底扼杀掉 这个东西也可以我打个比方向手铐 就是台独是一个犯人的话呢 我们给它戴个手铐 它每次要动一下 那个手铐就会紧一下 因为那个螺扣呢 它是朝一个方向转的 直到它彻底地动不了为止 如果那边出败aaa 食器 produto 咔嚥 More 就是 你们